我们都知道马来西亚的网线 嗯,不是慢,它只是不快而已 但是上个礼拜的网线 真的是不快到有一点难接受 然后有人就会跟你讲 这是因为海底电缆坏掉的关系 蛤,海底电缆 我们的网络不是全部都借着WiFi 或者手机data的吗 一个海底里面的电线坏了 为什么会影响到我上网 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迷思 世界上有99%的数据 都是依赖海底电缆来传输的 尤其是国际之间的那种网络数据 在全世界的海洋底下 有406条海底电缆 长度大概是120万公里 它们传输着我们每天上网时 使用的各种网络数据 所以一旦海底电缆出现问题 我们肯定会受到影响 而这一次受损的这条电缆 叫做亚太二号 它是从马来西亚关单 连接到了香港、台湾跟日本 海底电缆受损是很平常的事情 每年都会发生个一两百次 所以你们也不要抱怨提案 毕竟人家也不想了 有人说海底电缆受损一般上是被鲨鱼咬的 知道啥咩 鲨鱼怎么可能没有事情就去跟你咬海底里面的plastic 一般上海底电缆受损可能是天灾、捕鱼活动或者是船毛弄到的 你可能会觉得我们不是有卫星了咩 为什么还需要那么多海底电缆 卫星可以很容易的连接去一些比较偏远的地区 那些靠电线连接不到的地区 又或者同时可以连接到多个不同的地方 这些卫星都做得很好 但是呢 卫星在通讯方面的效率是比不上电缆的 无论是在传输数据的分量、速度或者是价钱 海底电缆都是比较好的选择 所以无论是Google、Facebook还是Amazon 他们都有投资不少钱在海底电缆身上 虽然说全世界都有海底电缆连接着 但是有趣的是 只有澳洲跟南美洲是没有被连接起来的 看起来很像是吵架一样 大家一直认同的解释是 这两个地方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要讲 所以就没有把电缆建在他们中间 看到这里你发现了吗 你觉得世界已经被无线连接起来了 其实不然 我们日常生活中 很多网络上面的应用都还是依赖着海底电缆的 只要它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的生活都可能会乱了套 如果还有人问你 互联网长什么样子 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吧 谢谢你的收看 喜欢的话请记得给我按赞订阅跟分享 不喜欢的话就 算了啦 我是CCK 下次见